好 大家早 好 我們這次的倒掉 早上叫年紀充足 大家好 好 我們這次的婚姻 其實 外面是上了學術的 但是是上來的 也會很回復 所以這次我們有很多老朋友 年紀很大 也是認識很久的朋友 那這個老狗的教授 這個是我的老朋友 這個老狗的教授 他在台灣做過田野 台北也做過田野 那麼都做不見的 所以說是台灣通 是不見通 他甚至還不只做過不見的 那我想呢 作為一個田野教授 就是一個教教經典的援助 所以他做一個 所謂的中國宗教的觀察 就是他的新的 特別他有很多 超過幾十歲 所以現在都在做一些 整理回復的工作 那我想 如果我們行內 在這組工作 叫做很多那種 宏觀的那種考察 這樣的東西 跟那個博士畢業十年左右 還在寫維冠的作品 那是既長期的 研究的心 然後什麼做的地方 我想這樣的研究 在台灣當難書 這個應該要參考 我想那個我們 認定來參考 因為從一個外人 他把那個研究的對象 也可以說當作一個塔子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塔子 來做研究 所以後面有這個講座 可是你講 跟我的角度呢 我都讀起來做那個很引擎 因為這個是觀察的講座 還有長期的體驗 那我記得以前 那時候 這個 湖州山 就是或者這叫湖州山 那時候 湖州人的一年 一年 十年值得大 那時候呢 我們那時候幾天 都在那邊 所以 這個 然後叫做的 他的這個 我相信 這個在 我們這一代的裡面 很少的 比如說 很多書面的東西 當作一個東西 你可以躲在這裡 但是 田野的經驗是 只有躲過才有人 你沒有躲過 你自己去田野 這個是 我作為一個 你躲一點之後的經驗 我不可以 田野這樣子 而當作一個研究呢 雖然沒有很多的理論 不像很多的類似人 但是 有很多經驗就是 從田野 結合田野 結合什麼 歷史的生活 身體的觀察 那今天呢 這個 我們這檔朋友 他就是要 長年 做麼好幾個經驗 來遍當的影響 我相信這個 對我們年輕略的學者 應該是很有啟發的 那我們 特別是我們 很多的天使人 或者是其他 對道教 有興趣的朋友 你也可以先邊看 一個 資深的外國學女 我們看道教 他重複角度來看 然後這樣的角度 對我們自己 我們他們會忽略 我們以為是 以為說 大概就是這樣 應該這樣的 事實上可以說 是不應該這樣的 我整個人經驗是很難的 好 我們就解釋到教授 他在我們講的 郭忠邁人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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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講的 可說 就是華色人的廢漫畫 所以我來看小明星都在網 給你照我去找 所以我今天帶來的是 有一個小的自傳 可是講的是 我藉著到道教和俱古教 必無應部的所受的影響 怎麼會影響我自己 加上帶來的 比如說 自己帶來的就是長大的所受的教育 怎麼會影響會慢慢的 經過接觸道教和俱古宗教 怎麼會演變 因為沒有做PPT 所以我是簡單的說 我是把它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我還在哈佛讀書的時候 是讀古代文學不是研究道教 這個時候在英文就有一本書講道教 而且就講它是風天語氣 所以這個時候 而且不只是美國是這個樣子 唯一個在全世界的唯一個地方 可以研究道教 就是法國 所以我第一個階段是在哈佛讀書 古代文學 這個時候已經愛上了老莊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階段 因為我同時在讀很多心理學 特別是 Freud 的一個學生 當然不是他直接的一個學生 就是 Jacques Lacan Jacques Lacan就講到 我們這個身體分散掉 它叫做 Core Montserrat 法文 就是 Broken Body 就是這種惡夢 是最大的惡夢 那你如果看過莊子 你就知道 它裡面很多故事 它不知道它是蝴蝶 或者蝴蝶是它等等 所以怎麼會有這麼完全不同的 對自我的一個想法 就是當時所引起 給我引起來的考慮 第二個階段是 一來到法國 上康德曼和史舟人的課 就第一年 基本上主要是看一些有關 內單或者是有關秀森的書 特別是第一年 每個星期三到史舟人的家裡 跟他讀那個《勞子中經》 《勞子中經》 當時對我影響也非常深刻 最主要的就是我當時也在讀 一個有名的十九世紀的一個法國 法國詩人叫做漢布 它是有一篇一首詩文 講的 它叫做《阿爾斯密地道》 就是說它要把所有的那個包子 所以說一個是紅的 一個是黑的 它要做一種內單化的 對這個詩的一種解釋 可是完全失敗 可是我同時在看《勞子中經》 《王廷經》《林寶必發》 就發現很早以前 比他早一千多年 已經有人成功寫一種文法 或者是一種文字 完全抽象地來講 自我的經過這種內單修煉的變化 又是一邊失敗的一邊成功的 為什麼 第三個 就是從一九七幾年 就是我第二年在法國 由陳榮勝來到法國講課 我這個時候 就是老子生日的時候 是在石州人的花園裡頭 跟范華和兩個女士啊 還有陳榮勝做高功啊 我做獨獎啊 范華做副獎啊 兩個女兒去上課頂班啊 我們就做了一個道場 然後他在左岸就是Left Bank也做了一個 一個把他的服的一個展覽 然後每天下午五點鐘啊 做了一個儀式表演 這個就引起我把內單丟掉 對儀式感興趣的 為什麼 因為我是賈爾文派長大了 人家如果知道西教最討厭 最罵儀式的這個傳統是賈爾文派 當然比他們更走也有 可是就是說 所以我所受的教育在這個賈爾文派長大的是 非常非常反對儀式啊 可是我這裡所看到的 因為它很美啊 它很有條理很有組織啊 所以看來我應該調整我的思路 才跟事實比較貼近 這個引起很多想法 可能最多的 因為我後來做了 基本上可以說是 從七幾年到九二年 我是專門做道教儀式的 田野調查和那個歷史研究 真的是沒有辦法離開歷史研究 然後第四個階段 是從九二年開始 有很多原因 可是可能是讀比試力的 或者是看了多了 或是現在那個時候已經在大陸 做田野調查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所以最後要跟別人合作 九二年不說現在的 九二年你絕對不做一個 跟宗教有關的一個計劃 可是剛好成客家日 我跟楊明傑就開始做這個客家研究 一下去做客家研究的 就是到上身去做調查 當然你所接觸到的 當然也有道教 可是也有佛教 也有儒教 也有無教 或是我叫它無美之教 也叫它中國宗教 因為它比剛才說的這些三教 更有基本性的 是不是 更有普遍性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道教到底 然後當然你一到上身 你就要講到空間 因為他們很多故事 講他們的自我 講他們的歷史 跟別的性質的關係等等 都是講風水 所以你要講一個地方社會 最起碼要講五個 可以說五個宗教 好 好 好 那這是簡單的要說的 所以先說一下第一個階段 就是接觸到老莊 我在哈佛開始讀書是六八年 很幸 因為這個是列南戰爭的時候 誰都不想讀書啊 特別是研究古代中文啊 謝謝 可是剛好我的那個 就是教導師 就是 Patrick Cannon 他剛從史達佛大學過來 他就認為應該先學現代化 才能夠真正地把整個精神 投入到研究古代文學 所以 反對法 哈佛自己的一些規矩 應該在哈佛代兩年 才能夠到台灣 海大 這個時候西達佛大學就在海大 所以 六九年來到台灣 啊 學習 國語 不是普通話 我說是國語 哈佛 哈佛 可是 更有幸的是 我的一個 進行對話的一個老師 我記得他名字是金嘉西啊 就是 當時是 台大的 叫莊子的書啊 我認識他 其實我應該再把我的那個 真身再拿出來 因為 把真身拿出來就是 學他 是不是 哈 然後 她 因為 然後 她的書法也非常美啊 跟我的書法很差 可是我太太是很喜歡美術啊 所以 她也上她學了 書法 可是 我再去上她的課 上她的課 是這個樣子 永遠 看不到她的那個面啊 她都在背後 上她的線 這個字 就是這個字 當然都是同意的字 所以 有她的那個印象 給我的印象 是 那這個就是中子 這個人就是中子的化身 所以啊 回去 她和 繼續做我的那個古代文學 後來選擇 一個很笨的一個選擇 做五月春秋 的研究啊 到她的翻譯啊 跟她的 用什麼走段 國語等等啊 書啊 來做出來的一個 厚瀚的一門書啊 結果 我 呃 這個時候 也上了 雲石的一門課 就是 中國歷史 我當時 因為不斷地在讀 Freud 所以我就跟她建議 其實原來是 楊年生上的課 可是楊年生到了 端路啊 半路啊 她就出了問題啊 所以 雲石就來代替她上課 原來楊年生不允許我寫 我要寫的東西啊 就是一個 Freudian Interpretation 就是整個中國的歷史的一個 他做一點的解釋啊 然後 楊年生 推出來了 於是 上台 我又去找她 我說我要 寫這麼一篇文章 她說 她就聽了多久 我講什麼 說講什麼 然後講什麼 東一點 西一點 所以她說 好好 很好 所以就寫了這篇文章 叫做 Rationalizat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ese History 意思就是說 每一個歷史的階段 是有一種合理化 更大的這種結論 這種 synthesis 是不是啊 可是這個引起自我的 一種 repression 一種鎮壓的 一種反應 所以怎麼 從這個角度去瞭解 中國的歷史 好 同時 也就 最後一年 在哈佛 我就寫了 兩 可以說是兩本書啊 現在還是收抄文啊 沒有 沒有印出來的 可是 是把 中國古代哲學和 西方的 現代哲學 就是說 從17世紀 就是Dekker 開始到 基本上是到 看 尼奇 把他們 跟 他們的這個演變的過程 跟 那個 這個 古代 就 深情哲學的 過程 演變的過程 就碰到另外一個 跟裝置有關係的一個問題 因為Dekker 可以說是這個 現代哲學 就是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的開頭 他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 我想 所以我在 在 而且 要想什麼 要所有的概念 完全清清楚楚的 Clear and Distinct Ideas 是不是 可是 我們 就剛講的 裝置剛好上方了 他 注重的 不是 這些 很清楚的 這些概念 反而是 他自己 敢想的 所以 我最喜歡的一個故事 就是講到他 在這個 浩漿上 看到 魚在 水裡面 他就知道 反正 這個 不多說 這個他就知道 好 所以呢 這個時候 也 覺得 原來 老子 就 講到 明可明 非常明 可是 裝置再進一步 寫其無論 就是說 再進一步 就是 超過 這種 我覺得 老子 好像 挺有 在 一種 ontology 就是說 他是 以 道 代替 天 從 老子 以後 天 就變成 不是儒家的天 天命的天 天子的天 它就是自然而已 可是 裝置 就把這個自然 就奇為 自然 是不是 我們所想的自然 就是說 他的這種懷疑精神 超過 老子 挺有 在那個 anthology 轉到 epistemology 我怎麼知道 我知道 因為我在這個橋上看 是不是 就是 所以就是這個 subjective knowledge 自我 感覺 引起來的 這種 intuition 簡單的來說 老莊的這個時候 特別是莊子棟 給我的影響 然後 這個 老子 歷來 我們都知道 有四個皇帝都寫了他的註解 這個就證明什麼 就證明 老子 確實 還可以利誘他 來做一個 而且 最早的註解 是誰 反非 好 不用多說 莊子 反而 我們都知道 倫家問他 他 他 他在電論的時候 他就講到那個 烏龜 是不是說 烏龜想做 那個 用來 賬布 或者是 就 自然 在田裡面 走 他 我哪有 讓我跟那個烏龜走 就 在那個 那個 留在那個 圖泥裡頭 就是說 我不要 外面的 這些 成功 這些 權利 啊 我就要 我自己 能夠 自由 啊 然後 他的 結論 對 外面的 權利 我們都知道 啊 而且 當時羅斯是 獵人戰爭啊 我是特地喜歡的 就是 偷一個 那個 帶個狗 的人啊 他要做的 偷一個國家的人啊 他就 變成 皇帝 他當然沒有說 皇帝 因為還沒有皇帝啊 他說 一個 一個什麼 後王啊 還是什麼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階段 這個是莊子 對我的 影響 然後 簽到法國 我說上了 就是 75年的年底 簽到法國去 從76年 正月份就開始 上 康德麥 康德麥 就是 十六人的老師 也是安德塞的老師 剛好那年 他上的課 是 泰山人 老婆夫婿 有信 能夠上 上了兩個禮拜 我說慘啊 那 這個五月春秋 我一點都 不理解 我的老師 很有名的 人就 陶遠名的 那個 J. Robert Hightower 也一點都不懂啊 為什麼 因為 他雖然是用 很多 神奇的 文獻 來做出來的 那個五月春秋 他還是厚瀚的 交易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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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說 這個時候是成為最 興旺的 時代 你不懂得 成為 你就沒辦法 懂得 那 我是在米西蘭長大的 所以就是 法國人 所叫的一個 provincial 不是來自 海邊 當時是 Atlantic Coast 像這些 Brahman Boston Brahmins 我們說這些 高 頂頭的 這些 尖頭的 知識分子 所以 知道 我在 哈佛得到的 有關 中國的 信息啊 有一點 現在說 Fake News 是不是 就是給我 對中國歷史的 了解 不能說完全錯 可是 騙於完全錯 因為 當然 他們給我們的 基本概念 就是 佛教是外來的 而且 講 佛教的 是 那個透明 是一個日本人 沒有一個 中國人可以 講佛教的 到時候 這個 就根本 不用說 這個就是 理性難用 高級的這個道家 可是道教 只是理性 然後 儒家 我們都知道 不是一個宗教 是不是 亂來 亂想 反正 然後 悟教 根本 不想說 連 說到他 都不說到他 所以 我剛才開始 講的 這個 絕對 你做了很多田野 調整法的都知道 這個就是 中國宗教的基本 全國性的 不管你去哪裡有廟 不一定有道觀 不一定有佛寺廟 我叫寺廟 更不一定有理性 可是有物 是不是 替神明講話 講到 未來會怎麼樣 等等 所以 你如果做田野調查 這個整體 做田野調查 你就馬上會發現 上層講的中國 不是中國 好 所以 上他的課 然後 了解到 其實 五月春秋 當然是 講的故事就是 誰做霸王 是不是 就是在 先進的時代 就是誰來的 第五世紀做霸王 是無 或者是月 然後 裡面他講到 無 就是成 就是去榮 月 是四 去死 不是陽 是明 然後 你看 抬頭零八五夫婿 於治水 他先到 中山去拿到 五篇正論 就是 第一次接觸到 五篇正論 然後 他是用這個 五篇正論 來治水 是不是 就是說 按照地脈 來 解決這個問題 他父親 反而是 像 剛才講的 鎮壓 這個做法 是不是 他就是 要一直補 一直補 這些 水堤的這個洞 是不是 這個就一起 我想到 我的荷蘭的祖先 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一個小孩 看到 水流出來了 所以他就 用他 他自己的身體 去 去 放在那個洞裡面 然後 他自己死掉了 可是 革命也是 好 反正 即使 五月春秋 一個 你要看他的 第一卷 來 才能夠了解 他整個框架 他的整個去向 什麼意思呢 武太波 是誰 他就代表儒家 玉 就代表道教 因為這個時候 已經知道 有余部 從水無地 到現在 你就在利用 是不是這個 玉部 然後 所以這個 五根月的這種 誰做最大的這種 競爭 其實 從他們的祖先 界定下來的 就是 一個是代表 成為人 儒教 一個是代表 道教 然後 你再去看他們的 基本故事 吳 是誰 就是吳之序 為了 報復 為了嚇 去抱怨 給他父親 被殺了 是不是 抱怨 他的對象 是翻譯 翻譯的出現 在 實際裡頭 在哪裡 可以找到他的 線索 也先抓 好 所以我說 上唐登麥的 這個課 引起我 把整個五葉春秋的 原來的博士女 認掉 重新再來 可是 上詩咒人的課 影響更深 我已經講了 他剛好那一年 他是講 皇宿郭獨裔 影響很深 等一下會 我簡單來說 為什麼 因為 皇宿郭獨裔是什麼 就是 鷹和羊 創造世界 所以他們要用 他們的這個手指 用他們的腳指 就是 來做 八卦 整扎起來 就是 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就是說什麼 用身體 來 創造 一個 宇宙 是不是 所以 從這個時候 就開始 以為到 意思到 後來才知道 就是 李氏俊卿 提到 提到 空間 就是提到 一張道 提到 他 就了解 我在 家鄉 所受的 神學 影響 有一個很大的錯 什麼錯 基督教 是什麼 他是 他是 把 舊經 舊約 就是 這個 以色列的 宗教 再加上 希臘的 哲學 做出來的 所以 你如果 誰都對 聖道 知道的 有一點 認識的話 都知道 他 對 身體 和精神的 對 不是對稱 是對抗 的態度 所以 其實 所有的 跟身體有關的 所以 這個影響的 對 基督教的影響 非常非常深 一種 二元主義 二元主義 好 所以 就 開始 意識到 這個 身體 在 道教裡頭 的 重要性 所以 要重新考慮 到底 我是 怎麼樣的 一個 怎麼樣的 一個 人 一個 自我 好 這個就是 王主柏 對 可是 更有趣的 給我 說是 為什麼 其實這個時候 我 特別對 古代的 Judieism 就是 伊斯利教 感興趣的 不斷地在 學他 看他們 有關他們的 那個 比較 mystical的 傳統 也學了 他們 叫做 18 benedictions 他們 日常用的 一個 祈禱 上他 學了很多 東西 因為他們 強調什麼 想必就是 一 他最後 大家 全世界都會 承認 他是一 這是 歷史的 終點 就是 全世界都 承認 他是一 可是 你看 老子中間 一 一 到處都是 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階段 上上太一 在你的頭上 離你頭 九指 而且他穿的衣服是 宣黃 宣 就是上面的 檔案 就一看到 宣 後來 才想到 宣殿上帝 這個時候還不知道 宣殿上帝 可是宣就是天 是不是 也當然就是道 道教 宣教就是道教 可是更關鍵的 可是更關鍵的是 經常說 中國的天 不是 陽間的天 是 隱間的天 是 天黑的天 旋 才指著天 好 所以旋 當然一講到天 從道教到 就想到 這位大地 想到太地 苟村 等等 就是說 北極 北斗 天的 晚上的天的中心 黃 那就是地上的中心 所以 它的那個衣服的顏色 就代表一個中 好 第二次 它出現的 是 在 第九個階段 它在哪裡 在哪裡 在南極 南極在哪裡 就是將功 我說將功 就在這裡 是不是 紅色的那個 就是將功 好 這個 我說 我在 強調 我剛好這個時候在讀 然後連在 祈禱用那個 伊斯列的那個 就知道 希臘的這種 哲學 把 一種 所謂 Latteral B 是一種 分 沒有精神 不動的東西 就是 所有的石頭 然後 有動的 就是說 他們說 有靈魂的 animate 有anima 那是 拉丁話的 魂 那就是有三種 是不是 那就是 不動的 就是 菜 直樹 短檔 就是說 所有的plant 上面 就是可以動的 就是 所有的動物 是不是 再往下 那就是我們 也可以說 中國也有這個概念 荒物之內 輪罪 可是 他們強調的 當然 就是 人 就是能夠 用他的頭腦 去想 用邏輯來 解決問題 所以 Plato也是講到 你要 五十歲以上 才能夠 正正地研究 最高級的 這種哲學 先學什麼 最高級的 學術是 算法 算學 是不是 就 mathematics 學懂了 數學 你才能夠 再進一步 去研究 這種 最高級的哲學 你就 一直往前走 到 Bertrand Russell 到Alfred North Whitehead 就可以看到 這個 對 那 這個給我們 什麼樣的一個社會 高級知識分子 在下 然後 其他的 育民 管他 他的二元主義 把 頭腦 和 身體 引起這種 對抗的 態度 其實 跟Mensis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我不知道 中文怎麼說 可是我記得 很清楚 他說 有men of mind 有men of muscle 是不是 老百姓 替他們 上面 做事情 可是 這裡 講的 men of mind 這是第四道的翻譯 就 引起我 再強調一點 恰恰 如果 西大 是 把 重點 放在 頭腦 那個 腦海 這個 中越的 甚至整個 聖經 人的中心 就是他西 中國的所有的 三教 古教 所有的 整個文化 也是看做人的中心 在這裡 不是在這裡 也不是在這裡 是不是 就在這裡 就是說 Freud 下面的那個 氣骸 就是他的 上面的 腦海 就是他的 Super Ego 然後這裡 才是Ego 是不是 所以可以說 Freud 還是 傳下來的 受了 他的 本家的 這種影響 好 不多說 好 繼續往下 還有很多細節 有關於那個 上場太益 在哪裡 然後你在 喔 對 他在 那裡 所穿的衣服 就是 也是這樣 就是 紅色的 是不是 好 所以連他的衣服 他換了一個地方 他換了 他的整個模樣 所以這個 在那裡 牽涉到所有的 純牆 純牆總是 有他的 context 他不是 一個神 就是這個樣子 完了 他不斷地在 變化 按照他的 空間 地方 他在 灌 這個其實 如果 往前走 我 做田野調查的經驗 可以用一句話 來結論 因為有一句話說 all politics is local all religion 也是 local 昨天 剛好我們在吃頓 在講雲南 雲南的 很多 很熟悉的東西 可是 不要講一分鐘 已經知道 也有 不熟悉的東西 好 所以 這個就是 為什麼 也是為什麼 要 做田野 避免 怎麼說 就是 從一個地方 想到整個中國 應該就是 這個樣子 所以我經常說 中國就是一個品牌 我們沒有描述的 每一個地方 的 社會形式 包括它的歷史 的演變 我們還沒有講到中國 是不是 就等於說 我們永遠 沒有辦法 把中國講清楚 而且這個不只是 中國的問題 這個是 所有的 歷史 文化的 一個問題 好 所以這個上場太一 到處都是 可是 這裡就牽涉到 另外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 內和外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讀老子中心 讀完了 做了一個 第一年的 做了一個報告 就 發現 還有很多 我不懂的 太不懂的 然後 沿著無聲必要的時候 叉叉有一句話 明顯的是 來自 像老子君兵的一本書 他就講著 我體內有一萬八千神 我自己的修煉做好之後 自然而然 天上的一萬八千 就是他們的對稱 就會來把我 能夠往上天 白日升天 好 這個當然 是 跟後來 研究到的 福 有分不開的關係 就是說 內和外 陰和陽 地和天 怎麼合起來 好 已經時間到了 我才到第五頁 我說真的是 好 之後 有很多講 拉康爾對 怎麼說 他的分析 對語言的分析 因為拉康爾對 Freud 的最大的區別 就是 Floyd就是專門研究這種精神的 Refression等等 可是 拉康爾是把他跟那個語言學 演起來 就是說 這個語言 我們 一入世 一出生 就開始學某一個語言 對這個語言被界定的 連我們的名字已經被界定了 所以我為什麼叫做耶翰 因為我母親的父親叫做耶翰 是不是 所以長大的時候會講很多故事 啊 你很像你祖父啊 是不是 就是說 我們培養小孩 我們跟他們講的話 都不斷的 所以 他是說 他是這樣子寫一個大S 這個Signifier 就是這個 這是什麼問題 這個就是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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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東西的關係 Words and things 的關係 這個也是一個 內外的問題 好 好 可是 恰恰 你從老子中間也好 從起步令也好 就可以看到 他的 有另外一個 就是一個大S 點點點 一個大S 就是說把很多Signifier 都連起來 他說這個就是 不接受這個大S 鎮壓 我的那個小S 我的Signifier 就是我 就是說 我跟 所以為什麼不斷的寫 不斷的講 就是為了避免 這麼說 面臨這個大問題 就是說 我們被社會完全界定了 然後反抗 所以他就是看到那個鎮壓 這個Repression 可是 莊子我已經說了 他反而 是講到眼油 就是說 他做了他的修煉 之後 他就可以眼油 為什麼 為什麼他的結果 是差的那麼遠 我說第一個 他自己 是很會做邏輯 他的最好的朋友 是個衛師 是不是 第二呢 他明顯的 也自己做修身修煉 可是最後 他就提個問題 就是我已經說的 我怎麼知道 我知道 因為我有這個感覺 我有這個intuition 所以呢 總的來說 讀了老子重點之後 我就意識到 我們的這個自我 當然 不只是太醫療 還有心患部 也可以角度在好多地方 在身體好多地方 這個等 這個等 因為老子重點是做什麼 他就是 讓你了解 你的一萬八千 你的身體 你的一萬八千 你的身體 一萬八千的神 是怎麼回事 所以 你跟太醫的關係 就變成非常複雜 就是說 他分析這個 這個自我 是非常非常的複雜 可是同時也是非常的 有系統 是不是 而且 最關鍵的 他最後 因為做好他自己 我的名在 我不在天 這個時候 你做好了 天就會 反應 經常 比如說 在口前之的 他的那本書裡頭 他就長到三十年 在華山松山修煉之後 他感冊 他感冊 所以 我經常 特別喜歡 那個 台下零八五夫婿 講那個 龍尾張人 進去那個 田 經過這些地外 走了好遠 好遠 最後 突然 來到一個 白天 冬天 做什麼意思呢 政治的權利 一個皇帝 是叫做風 講的 就是一個山的外表 道教反而是把重點放在內在 裡面的冬天 所以先修煉你自己 以後可以超越那個內外的分 好 因為時間到了 所以我沒辦法把下一半講完 你們可以慢慢的看 可是我這裡就再加一兩句 80年開始在台南 昨天也調查的時候 跟神仁仙跑到台東 這個時候 還不太懂得他在做什麼 這是做的紀錄 我說 寫的當然不得怪 我沒有算了 可是大概 密密麻麻的大概有 三個 可能有一把頁 我不知道 就三天的一個尖叫 什麼聲音 什麼動作都寫了 然後慢慢的回家去看一些 手草本 了解他在做什麼 可是給我印象最深 是他的內壇和外壇 然後繼續往前走 我做了那個松耀軍人的那本書 就是做遍體工作 不是自己寫的 是不是 才發現Daniel Stevens寫的 有關宋朝的水流戰 也是有一個內壇和一個外壇 這個證明什麼 證明就是道教和佛教 不斷地在考慮 怎麼做一個社會的整體 怎麼跟剛好跟儒教完全相反的 有這些 men of mind mind men of muscle 所以他基本上那個靈教 就是一種有hierarchy的 一個結層的一個社會 一個理想 所以佛教和道教反而不斷地在想辦法 把一般的老百姓和他們的神明 拉進來 先給他們一個外壇的位置 然後慢慢地把他們引進來 所以在佛教的就是要先 戴唐經也要先歸三一 那當然道師是道教是 引起他們 就看他們怎麼做這個道場 什麼叫做橋原 橋原 好 所以我就講到這裡 橋原 可以說是把所有的 剛才講的這種複雜萬物 怎麼把它引起來 就是經過什麼 不是經過鎮壓 就是說這個是一種合理化 這種內壇和外壇加起來 是非常大的一個synthesis 一個社會 經過他們的神明 神明就代表社會 一個synthesis 他們是經過沒有否認 萬物裡面的任何東西 反而是把它們引進來 到他們能夠歸三一 能夠歸三千 就是說 除了鎮壓對於合理化的反應 有另外一個反應 另外一個回答 就是內在話 好 我跟老闆認識 超過將近四十年 我也很常常跟跟弟子會交流很多經驗 但是呢 他是沒有先講 其實他這邊是很好的 對於自己的那個 學術的意見的一個回顧 所以我在想 我老是要為別人做 我這個要為很多的老道長 要做他一生回顧 後來我想講說 我對於身邊的這學者 我們都超過七十歲了 我們好像都沒有這麼回顧 所以我在想說 也許我跟鄭友來研究一下 這個只要超過七十歲 就研究你們超過七十歲 因為他很經驗 這是一個渡程 一個心路歷程 也是一個學術的歷程 所以我在想 我可能要跟 昨天跟一分 跟鄭友來研究一下 我們是不是對這超過七十歲的 道教學者 我們來做一些他的 很多學術歷史回顧 一直這樣留下來的東西 有時候比你去看那 一篇一篇的頓舞會有根體性 所以我今天覺得你這個 因為 雖然我們以前也聊過很多 但是他這一次很完整的把它 整個的從開始怎麼轉向的議程 做了一個很好的一個梳理 這因為有很多的經驗 是一個老學者的一個 長期的經驗的結晶 所以我想也謝謝你 給我這個明講 我們來規劃一下 這個經驗是值得多了 那各位呢 因為他的文章都認出來了 我等大家 他沒有講完的部分 所以他很快的做個討論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 好 那我們這一場 就先到這邊 往照理掛落 是 謝謝 然後我們先來規劃一下 精采的演講 現在我們休息時間 一樣到十點鐘 好 先來